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钱学森的到来 把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发射 至少提前了二十年 钱学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功臣 然而当初钱学森的回国之路可莫那么容易 钱学森1935年进入麻省理工航空系学习 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 不久之后 钱学森又进入了加州理工 再次学习航空专业知识 并成为世界著名科学甲讽卡门最重视的学生 通过不断的刻苦学习 年纪二十八岁的钱学森就成为了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 1949年钱学森得知新中国成立后 急切的想要回国效力 但当时的美国对共产党人非常不友好 钱学森被怀疑是共产党 不仅吊销了钱学森的证书 还把他关进 了监狱 钱学森心肌如焚 一个月就瘦了三十斤 钱学森的遭遇很快传到国内 周董礼对此提出严重抗议 并设法将钱学森带回祖国 1995年9月7日 钱学森带着妻子和儿女踏上了回国之路 10月1日 钱学森终于抵达了他日子夜想的祖国 钱学森回国后 毛主席高度重视 并多次接待了钱学森 1956年 毛主席见到钱学森说 盼了你好久了 你终于回来了 钱学森紧紧握住主席的手 不停地说着感谢主席和总理的话 毛主席接着对钱学森说 美国人说你抵得上五个师 我看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多 随后 毛主席又和钱学森讨论了许多关于中国建设的问题 尤其是中国在导弹和航空方面的建设 正当两人聊着起劲时 主席突然问 钱学森除了搞工程和火箭之外 你还有什么特长 钱学森没想到主席会这样的 他沉默了一会 说了七个字 活着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听到钱学森这样回答 心中十分满意 此后 在钱学森的倡议之下 中国力学学会成立 钱学森被推选为理事长 在钱学森的带领下 新中国的导弹和火箭事业迎来了快速发展 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垄断 1994年 钱学森被授予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8年 钱学森被授予中国科学院院士 晚年的钱学森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培养中国火箭和导弹事业的机班人身上 他无私的奉献精神感动了无数中国人 2009年10月31日 钱学森病史 享年98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